传奇不只会造摩托车 还有直升机 OH-1忍者 日本首款自研直升机 机身 发动机 侦测系统等都是日本独立研发 在技术上 OH-1不逊色于欧美的先进直升机 在悬翼系统上 OH-1甚至还有所超出 与其他直升机不同的是 OH-1专门执行侦察任务 是世界上唯一一款服役的专用侦察机 也是世界上第一种 只以空对空导弹为武装的军用直升机 只是在服役生涯中 OH-1仅生产了38架 远不如日本最初计划的数字 在后续的升级中 OH-1也是节点失败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 OH-1这种侦察专用的直升机 与其他的直升机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生产数量那么少 在侦察直升机领域 OH-1就是一根独苗 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陆军侦察直升机 都是有轻型通用直升机 搭配简单侦测通讯系统来接任的 并且还要承担联络 运输 甚至火力支援工作 专门为侦察任务量身定做的直升机 也就美国的IH-66 日本的OH-1 以及俄罗斯卡山的AN SAT-2RC而已 三者都采用了类似武装直升机的机体架构 只是AN SAT-2RC完全没人买 俄罗斯国防部没有计划订购这种侦察直升机 AN SAT-2RC也没有收到出口订单 而且2004年2月23日 IH-66项目遭到取消 日本OH-1就成为这种专业侦察直升机 唯一服役的幸运儿 不过在OH-1后续的服役生涯中 并非一帆风顺 这种专业侦察机的身份 也为OH-1带来了不少的限制 在研发OH-1之前 日本除了授权生产之外 并没有自行开发军用直升机的经验 而OH-1的机身 发动机 侦测系统等 全部都是日本自己生产的 但OH-1的技术含量 却可以与欧美相媲美 特别是复合材料的应用 与检测系统方面 完全可以说有过质而无不及 传统的直升机主旋翼鼓 一般都是金属材料 必须通过铰链的活动 来调整旋翼叶的蒋液角 所以在结构上比较复杂 而OH-1采用了复合材料 无脚链主旋翼鼓 四具叶片直接与旋翼鼓连接 省略了传统直升机 高造复杂的足缓脚链等部分 OH-1的复合材料 占机体重量的37% 并且采用了耐损生性复合材料技术 重要部位与旋翼系统 能承受12.7mm 20mm担忧的命中 OH-1的起落架 则是不可收放的后三点式 在快速下坠时 能吸收落地的冲击 可以说OH-1的存活率 比当时的任何直升机都要高 在伪奖方面 OH-1也很特殊 最初的时候 川崎本打算采用与AH-64D 类似的双叶同轴结构 但最后还是改为了 与法国海豚式 美国AH-66类似的寒道伪奖 相比较传统的直升机伪奖 寒道伪奖的奖页嵌在伪眼内 飞行阻力较小 运转噪音较低 低空飞行或者起降时 可以避免伪奖接触到树枝 造成叶片损坏 在地面维护时 也可以保护地勤人员的安全 在飞行性能方面 寒道伪奖的横进速度 也由于传统式的伪奖 OH-1的发动机 则是日本国产的 TS1-M10涡轴发动机 安装在机身 支柱两侧的独立发动机短舱 配合寒道伪奖 可以有效降低飞行时 产生的噪音 此外 OH-1的侦查系统 在当年也相当豪华 采用了电传操作系统 装有先进的 红外线热成像仪 与彩色电视摄像机 二者都附加了扁焦镜头 侦查范围广 不受外界条件限制 座舱都采用了 综合大型液晶显示屏 也是全球第一种 配合彩色电视摄像机的 武装直升机 并且还配备了 激光测距仪 用来标定目标的精确位置 并将位置情报 迅速传送至武装直升机 以缩短射击时间 OH-1的侦查设备 安装在机身顶部 发动机舱前方 类似欧洲 虎视UHT 在使用时 可以根据地形 地貌做隐蔽 如果将侦查设备 放在机笔位置 虽然在后勤维修方面 更方便 但使用时 会暴露整个机身 就隐蔽效果而言 围顶侦测装置 更好一点 不过相对的 这种布局 有一定的缺点 比如震动问题 很容易导致 精密电子仪器出现故障 当然 这点小问题 掩盖不住UH-1的亮点 就火力军来说 这款1996年首飞的 侦查直升机 无论从材料 还是发动机航电来说 几乎都是顶级配置 放到现在 依旧能打 并且UH-1 也是世界上第一种 只以空对空导弹 为武装的军用直升机 作为一款侦查直升机 UH-1的任务 就是被UH-1 眼镜蛇 打前站 寻找 识别 和定位敌方 地面部队 与其他国家的陆军不同 日本陆上自卫队 没有专门的陆军航空兵 这一兵终于编制 各级机关内 也不设专门的业务 指挥和管理部门 直升机均以营卫单位 直接配属方面队 或是一级 在战术上 日本陆自的直升机运用 基本参照美军 二者的作战方式很相似 所以UH-1的作战使用 可以参考UH-58D 陆自的侦查机 编入直升机营之后 主要侦查几方队伍前方地域 比如敌人的部署 编制 火力情况等 之后对敌方行动 情况进行警戒 必要时可以进行组织作战 并协助武装直升机返唐克 不过UH-1虽然名字 是侦查直升机 但是外形看起来 更像是一架 轻型的专业武装直升机 辖程的机身 左右两侧的发动机舱 纵列式双人座舱 机身两侧 两片武器挂载 短衣等布局 都与北约典型武装直升机类似 其战斗重量为3.5吨到4吨 接近意大利的轻型武质A129 不过日本将UH-1定义为 纯粹的侦查直升机 武装仅用于自卫 不包含攻击技能 也正因如此 UH-1没有任何固定武装 机身两侧有一对短翼 每个短翼有两个挂载点 其中外侧的挂载点 加装日本自制的双联装 91式空空导弹 内侧挂架则携带 235升的浮游箱 从而增加续航能力 至于机炮夹舱 火箭夹舱 以及反坦克导弹等 攻击性武器 一个都找不到 UH-1的挂载 除了考虑到任务特性之外 国际多少 也是有政治敏感性的考虑 就机身的升级权利来看 UH-1也有升级为 武装直升机的可能 比如将富游箱的位置 换装导弹和火箭弹的话 UH-1搭载武器的重量 将达到600公斤以上 加上机身挂载鱼肚 总共可以搭载一吨的武器装备 完全满足武装直升机的 作战需求 在UH-1后面的升级中 日本的确也有这样的想法 总的来说 UH-1的整个研发与量产过程 极为顺利 没有出现过重大的困难 或意外事件 对于一个第一次 研发直升机的新手而言 这已经很难得了 UH-1唯一的致命伤 就是高昂的造价 以及无法达成经济规模的产量 这点在其他日本自制武器上 也出现过 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 日本陆子就开始使用 美国休斯公司的UH-6D 但是UH-6D属于轻型侦察直升机 无论是续航力还是载荷 都略显不足 缺乏电站装备与武器 也缺乏专业的侦测装备 基本上只有在白天 环境良好的情况下 才可以正常作业 于是从1985年开始 日本防卫厅便开始购资 自立开发新型轻型武装侦察直升机 结果就是UH-1 1992年9月18日 日本防卫厅宣布川崎重工 将成为主承包商 三菱重工与富士重工 以次承包商的身份 加入OH-X项目 毕竟川崎重工早在一战时期 就掌握了飞机制造技术 它还是1945年日本战败后 最早恢复飞行器生产的 日本公司之一 1953年2月 川崎重工与美国贝尔直升机公司 就签订了悬翼机许可生产合同 在工作分配方面 川崎的工作量占项目的60% 其余两者各占20% 1996年OH-1首飞 2000年开始服役 量产型的OH-1 首先交付日本陆字的航空学校 进行飞行员的换装训练 到了2000年 陆字的明野航空学校 以及负责地勤人员训练的 航空学校侠捕分部 就已经获得8架量产型的OH-1 在作战部队的换装方面 OH-1优先交付陆字的 反装甲直升机队 其中隶属于北部方面队的 第一反装甲直升机队 在2002年接受第一架OH-1 也是日本陆字第一个部署 OH-1的单位 2004年年底 日本陆字总共接受了 12架量产型的OH-1 按照日本20世纪 90年代初期的计划 陆字打算以1对1的方式 使用OH-1替换OH-6D 在1995年3月 日本现役的OH-6D就有297架 而当时陆字的一线部队中 13个师团各边有一个飞行队 每个飞行队拥有8架OH-6D 5个方面队 各自下辖一个方面航空队 与一个反装甲直升机队 二者各编制4架OH-6D 因此单单一线作战部队 就需要144架OH-1 再加上航空学校所需训练用机 以及补充日后损耗的预备机 OH-1的总消耗量 大概在200架以上 1990年代后期 陆字宣布采购 150到250架OH-1 以满足需求 只是OH-1的采购和生产速度 极为缓慢 一般每年只购买少量直升机 例如2004年 只采购了两架 等到2013年 OH-1的生产线停止 团量也只有38架 连150架的零头都达不到 没办法 太贵了 最初的时候 陆字期望OH-1的单价 可以控制在6亿日元以内 但是OH-1的研发成本 都超至了100亿日元 加上陆字武器系统 一贯低量产速率政策 以及通货膨胀的影响 OH-1的造价越来越离谱 1997年订购的第一批OH-1 平均单价19亿2400万日元 1998年订购的第二批OH-1 平均单价上涨到20亿 1800万日元 等到2005年订购第9批OH-1时 单价更是涨到了49亿日元 平均来算的话 OH-1的单价达到了最初的4倍 更是上一代OH-6D的10倍以上 一架OH-1的造价 就比一整个飞行队 8架OH-6D还贵 也正因单价过高 陆字原本替换OH-6D的计划 变成了补充 到2013年OH-1的生产线关闭 最终只生产了38架 就最终结果来看 OH-1还是走上了90式坦克 等日本自制武器的老路 因单价生产太高 而生产速率缓慢 生产线低速运转 又进一步导致成本上涨 这是个恶性循环 日本很多自制武器 都出现了这种问题 就比如90式坦克 产量还不如740式坦克的一半 当然 以日本的经济体量来看 贵一点也可以接受 只要好用就行了 只是很可惜 在2015年的时候 OH-1还是出现了意外 对于首次独立进行直升机研发的 日本航空工业而言 OH-1的研发和量产 创下了多个纪录 比如首架完全由日本自主研制的直升机 首台日本自制的涡轴发动机 全复合材料 无轴呈轩翼等等 就性能而言 发动机与传感器系统 也达到了欧美当时 最新直升机的水平 号称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侦察武装直升机 而对一切都随着事故 戛然而止 整个OH-1机队都被迫停飞 2015年 陆自的一架OH-1在飞行训练中 突然发生了发动机熄火事故 并且搭载了两台发动机 还是同时熄火 导致这架OH-1坠毁 日本自卫队随后对所有的OH-1 进行了停飞检查 在事后的检查中发现 OH-1之所以会坠毁 主要原因就是TSE-M10的 高压物轮机质量未达标 导致发动机在工作时 因为承受不了高压破坏而发生故障 之后日本为每架直升机 花费了114万美元 重新设计制造相关发动机部件 最终在2019年3月整改完成 并正式恢复飞行 此外 OH-1自服役之后 曾有两次机会升级 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1990年代 骆自强在未来十年中 采购一款新型武装直升机 以取代H1眼镜射击队 在日本工业界提出的建议中 OH-1的衍生型光荣上榜 暂定为H2 OH-1型直升机 本身就是按照武装来设计的 只要稍微改装 就可以成为武装直升机 OH-1的短翼内侧挂架 一般挂载235公斤的浮油箱 估计这个挂载点 至少有200到250公斤的承载能力 完全可以携带M61型 19连装70毫米火箭发射器 或者4连装的陶式导弹发射架 甚至是双连装的地域火导弹发射器 外侧挂载点 则是挂载66公斤的91式导弹 理论上也能加挂M260型 7连装70毫米火箭发射器 或者7.62毫米机枪甲舱 在侦测射控方面 由于OH-1本来就有先进 且功能完整的整合式光电侦搜瞄准仪 要使用攻击性武器并不难 当然在实际升级中 为了保证可靠性 OH-1需要换装结构更强的短翼 相关部位的机体结构也需要强化 从而增强武器载荷 难点就是减速器和发动机 以及新型的反坦克武器 1999年日本海自透露 正在研究将OH-1改装为一种 符合他们要求的武装直升机 只可惜到最后也没能成功 传奇的提议被拒绝 日本选择了阿帕奇的本地制造变体 2005年 传奇又提议开发OH-1的多功能衍生型 应对尚未明朗的UH-X计划 以取代海自的UH-1J一洛奎直升机机队 这种改型将以OH-1为基础 采用新的客舱 航空电子设备 传动装置和发动机 但是也保留了观察型和实用型之间的通用性 2006年 日本政府批准了一项要求 为OH-1的30TS1M10发动机 提供研发改进的资金 只是OH-1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之后 日本防卫省依旧没有接受传奇的提案 2015年7月 日本决定接受贝尔公司的竞标 在日本国内生产一种改进型贝尔412 以满足UH-X的要求 这个时间刚好是OH-1因发动机问题挺飞的时期 不排除有这方面的影响 至于OH-1的未来 已经没希望了 毕竟还是无人机更香一点 2022年12月 日本政府决定使用无人机 取代33架OH-1 12架H-64D 47架H-1S和26架U125A 日本计划在10年内将国防预算 从2021残年战制DP的1.24%提升到2.0% 并决定退役这些直升机和飞机 总的来说 虽然OH-1在成本效益方面 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但是对于日本国防工业而言 OH-1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该机是日本第一种完全自主研发的直升机 提升了日本在航空技术方面的储备 结束了以往日本武装直升机 由美德等国设计和平许可证 在日本生产组装的地势 而且OH-1的性能 也堪称同级几种的翘楚 丝毫不逊色 欧美老牌航空大厂的代表性作品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OH-1 什么时候会全部退役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